近日据印度媒体报道称 印度政府已批准在该国东北部的中印边境附近 部署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团 该团的部署位置恰恰在印度称为阿鲁纳切尔邦的地区 与此同时中国派出飞爆战机紧急前往高原进行作战训练 这一举动被外界称为是强势回击印度部署导弹 有居民表示看到解放军强硬态度 让居民感到欣喜若狂 冷战后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 缩小与世界军事大国 尤其是与有领土争端的中国的军事实力差距 印度急切地寻求外援来帮助印度建立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 于是俄印两国的军事合作一拍即合 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是俄印两国军事合作的重要旅程碑 多年前俄罗斯与印度签订了量解备忘录 成立合资公司共同研制新型导弹 而布拉莫斯正是两国各自的着名河流 布拉马普特拉河和莫斯科河的缩写 布拉莫斯导弹弹长8.1米 弹近0.67米 射程50到350千米 巡航高度14000到15000米 飞行速度2.5到2.8马克 末端弹道高度10到15米 发射重量3000千克 战斗部重200到300千克 即可装常规弹头 也可装核弹头 布拉莫斯导弹由海基陆基 封射三种发射方式 另外印度已采购了可装备四个团的 布拉莫斯陆基导弹系统 据传布拉莫斯早期型的目标识别能力很弱 他对地面伪装目标的识别能力不足 有中国军迷表示 最新型的布拉莫斯导弹 外表图有锡波材料 综合作战能力 已经短期可以满足印军的战备需求 布拉莫斯导弹安装了更先进的 毫米波雷达导引头和飞控软件 能以更垂直的飞行弹道 打击高山后的目标 因此可以说 布拉莫斯改进行都是围绕着 山地进攻的目标而开发的 不管布拉莫斯进行怎样的改进 他却始终无法大幅延长射程 这是由于俄罗斯受对外军控条约的限制 不得向外国出售射程超过300公里的武器 而中国军队则装备有大量射程 不受限制的远程火箭和导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